六天在馬祖境最寬一間在賣蚵仔鎮的店家 日前半月四點外 不少希望發生火境 賀家債 近前蕭鳳叫鑽德鴻火災 正式的住境器 發揮光靈 在火災發生的第一時間發出警報 出兵一聽到是馬上來通報蕭鳳林元鎮來打火 賀家債 沒人太夢 馬祖境最寬鵝仔鎮店家團出火境 從前火清跟農園一直用店來搶出來 並且趕緊通報蕭鳳隊 蕭鳳隊員來到現場是由水算來打火 水來 水來 水 出水 出水 晚上的凌晨四點的時候 我們接獲中心的報案 那我們入港蕭鳳分隊跟鄰近的入民蕭鳳分隊 總計出動了10台車 然後大約20名的錦銷 到我們天后宮商圈的海客之家 就438號那邊 住宅火警 那我們到達現場 因為到達現場我們發現 從他的建築外觀 我們就發現 裡面的就是他的儀式鍋爐 旁邊的冷氣機管 冷氣機線路他有火光冒出 那同時呢 剛好他的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他又響 那路邊的就是早上比較早起來 準備食物的還有一些 料理的人他們發現 然後緊急報案 然後我們迅速的到達現場 然後破門進入 然後撲滅火事 六港蕭鳳分隊在地地幾分鐘來 就跟火星打火 蕭鳳分隊也表示 每年都會變立住景器的補助 提供共共產黨 申請免費安政 願賣民眾 共同搭著 進化安全的機閣環境 共同收好和風 大中華新聞 Перв所資不動也會 倒立即 旁邊的 地道 一旦 兩旦 二旦